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和二场二号机重启争议延烧,经元能会原定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进行报告,但报告还没开始,即受国民党立委以程序问题动员杯葛,甚至占领被寻台部让元能会主委谢小新上台,一度形成僵局,不过委员会照为立委无私要强调,拍案一切均按照规定。 今天会议包括经济部长沈荣经,台电董事长杨维甫军出席,谢小新在会前受访强调,没有任何政治力介入,不过国民党动员党及立委与委员会开会前首举飞和家园自达尔光和二重启民进党道歉等标语,并占领对寻台,国民党陈学胜海语元能会主委谢小新说今天可以休息, 显示江碑则到底,时代力量立委红慈庸认为程序有瑕疵,因此提出变更议程提案,国民党立委江矮行则质疑,过去其他几组要启动,都是元能会主动来文,立法院才排审,但这次却未见元能会公文就要排审,无私要则澄清, 委员会排案都按照相关规定,民进党立委苏巧慧也表示,非和家园理想不变,其成不变,对和能安全将严格监督,且也希望稳定供电,而委员会过去做出提案,后续由主席安排议程并无不妥。 红慈庸所提临时提案经过在常委员投票,最终未通过无私谣才是按照元议程进行报告,但应被巡台被占领,谢小新玉力,用直巡台报告,但陈学胜一个箭步也想将其占领下来,但被民进党庶民立委拉住,目前报告顺利进行中。